这不是那个半猪吃老虎的家伙吗 经常看我视频的兄弟一定记得这个家伙 留着大胡子 老是在迪拜的健身房冒充清洁工 半猪吃老虎搞恶作剧 其实他是一个乌克兰的职业举动训练员 名字叫做阿纳托利 今天他撕掉了尾桩来和轮子哥一起训练 他的体重只有78公斤 身材较小的他 甚至比旁边的金刚芭比都显得弱小很多 俩人的训练从61.2公斤硬拉开始热身 之后很快增加到了102.1公斤 轮子哥用的是传统硬拉 阿纳托利采用的是相扑式战法 当重量加到了142.9公斤的时候 轮子哥开始戴上了助力带 两个人可以说 动作都堪称是教科书般的标准 之后他们分别完成了183.7公斤的硬拉 轮子哥笑着说 阿纳托利这个体重只有我的一半 但是拉的和我一样重 当然这也是客气话 轮子哥现在的训练计划 是按照教练安排的减量周期 不过阿纳托利确实厉害 他又拉起了224.5公斤的重量 当杠零的重量来到240公斤的时候 这已经是阿纳托利三倍多的体重了 这哥俩是你追我赶 抢着拿这个重量做组 据说阿纳托利最多可以拿300公斤完成硬拉 确实是个狠人 最后这两个人 每人都完成了9组的硬拉 随说轮子哥依然能够完成每组5次的训练量 然而阿纳托利最后的力量只能完成每组2次了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这阿纳托利他到底是不是自然的呢 这个人家交通了